鮮艷玉滴的火龍果 拿在手上的重量 足足比平常重上一倍 放在盒子裡 就成為簡單大方的禮品組合 除了火龍果 還有其他的蔬果可以選購 這些全都是屏東小農 種植的無毒作物 跟一般外面所吃到的 紅龍果它只有完全甜 那這個你可能吃一兩塊 就不想吃 那你吃我們的紅龍果 你會整顆把它吃光光 因為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好的 屏東是非常適合種植 因為它全年都是溫度 差不多都在30度左右 另外熱騰騰的養生茶飲 喝上一杯絕對讓您精神百倍 因為這也是屏東當地的農民 以無毒工法傳承第二代的野生當歸 每一包都是農民的心血 屏東縣政府帶領農民 連續第二年來到大稻埕進行展銷 希望讓北部地區的民眾 也能夠品嘗來自屏東的 新鮮農特產品 像冬天的話 我們目前都是推薦 你可以煮當歸雞湯 當歸雞湯或者當歸雞麵線 也是可以 這個的話就是養生補器 我們屏東的農產 因為地理條件非常的好 那也氣候條件非常的溫暖 所以在冬令的時候 我們特別推薦了 我們冬天的這個玫瑰花 所以當令的還有小番茄 這個蔬果 那也是我們當令所生產的 也歡迎大家來選購 無論是天然的玫瑰水 還是野生的可可 不用親自驅車前往屏東 來到展銷會上就能夠買得到 屏東縣農業處科長陳美智表示 這些全都是來自屏東農業博覽會 優秀的農民以及農特產 新鮮絕對讓您看得到吃得到 開播大特別書業新聞曹德華 邱世民採訪報導 我希望您來賣 谢谢大家